好餓啊 救一下你們啦 給我點東西吃啦 我真的好餓啊 你不要這樣啦 張醫生 你看一下 我兒子 究竟有什麼事啊 老郭啊 大家這麼多年街坊 又這麼老友了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有這樣的情形 我已經檢查過 他的脈搏心跳 完全什麼事都沒有 除了大食梨之外 我真的看不出 你兒子有什麼事 不是啊 不是啊 張醫生啊 剛才你不是用聽診器 在她的肚子裡聽過的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特別的聲音啊 沒有啊 有什麼特別的呢 哎呀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啊 我的媳婦說 她好像聽見 阿姨的肚子裡 有另一個人的心跳 就好像 就好像她懷著孩子那時候 哎呀 老郭啊老郭 什麼你真是這麼好想像力啊 哈哈 男人駝小孩啊 有什麼理由才可以啊 除非啊 你兒子肚裡邊 住住個臥鬼啦 難為啊 老郭當年 做過副校長 居然會說 這麼離譜的說話 都有 阿長醫生呢 都答得又好玩 老實講啊 我也覺得啊 如果阿國子的肚裡邊 真是另外有個什麼人的話 那這個人啊 很可能真是個餓鬼來的 要不然 怎會搞到他這麼大吃才行呢 餓鬼 剛剛無意中說的這句話 不如也在我心裡打個凸 一下子 我又想起八年前 和師傅 在那塊養陰地下面 古墓門口那裡 吊著的 那兩個又古怪 又難怪的浮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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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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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啊 啊 啊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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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時間想到出神了 是咯 弟弟 這件事這麼古怪 你說國耳 他會不會像我小時候 碰到那些東西 哎呀 猜猜猜 姨妹說什麼 你怎能夠這麼說 那個國耳 人人都說他是聰明的 而且 我聽他的家人說 那個國耳除了大食梯之外 平時的人都還很正經 很正常的 又怎會說做完這些東西呢 哎呀 不要亂說啊你 雖然媽媽是這麼說 但是你這個時候 在我心裡 已經很清晰的 有把聲音在跟自己說 這件事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當時我已經決定 第二天 我就去學校約為朱猶糕 去國耳家查一下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朱猶糕 朱猶糕 咦 壹仔 哎呀 哇 是不是你這麼錯當來探我呀 過來呀 壹仔 弄一支好東西來探吓 你這個朱猶糕 你什麼時候和人學會吃煙的 嘿嘿 壹仔 壹仔 喂 好心你開花點啦 你以為呀 我們還在讀小學雞呀 現在我們是大人來的啦 要學會怎麼拌世界才行呀 哎呀 你好像很會拌那樣吧 哼 不要忘記朱猶糕 你今年剛剛才初三呀 這麼快就認大人 你以為我學你呀 比老豆管員師傅管 喂 壹仔 妳幾年學了什麼本事呢 你師傅有沒有教你 射雕英雄傳裡面 全真教的那些道士那樣 啾啾啾 北斗七星鎮呀 嘿嘿 也或呢 好像洪七公那樣 教你寒龍十八獎呢 嘻 我是修道呀 你以為專門學的東西來打架的呀 不過 拳腳功夫 師傅都有教的 咦 這樣就是了 這樣就是了 喂 究竟你現在又多厲害呢 哼 好像你那樣的 一個打十個 肯定沒問題啦 哎呀 那就行了 喂 下次郭子叔呢 找我們去老世界那時候 一如叫你了 哦 朱猶糕 你現在跟那個郭子找食的嗎 怎知我呀 我們班呀 有七八個 劃滑好的 又或者地理好的人 現在全部都是他手下來的 哦 那你們幫他做什麼呀 老實說 我就不太明白了 他經常都叫我們周山走 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呢 就叫我們將周圍的環境畫下來 總之越仔細越好 他還給我們一個羅盤 叫我們將他指定的地方 每個方位的道數就全部寄收下來 然後交給他 這樣就有錢賺的了 你說多過癮呢 過癮呢 哦 我終於明白 郭兒他是怎樣賺到錢的 原來他是靠杜墓 賺死人錢的來發達的 他叫朱猶糕他們獨羅盤 畫地影 就是杜墓的時候 首先要做他踩點探路 這幾年 師父和我說了很多江湖上的事 甚至他上次賣的那塊蛹 都是賣給一個已經退出江湖的杜墓賊的 古墓 餓鬼 想到這裡 我的心不由又跳了一下 郭兒的病 千萬不要真的跟餓鬼有關 朱猶糕 中科學的時候 我想你帶我去郭兒的家看看 你想去郭兒的家 日仔 你不是懷疑 郭兒 他生大食跡 是跟那些東西有關的嗎 是不是要看個節奏 那 那為什麼你不叫姜師父呢 叫師父 這件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用不著這麼快驚動他老人家 怎麼樣 你以為 我這七年什麼都學不到嗎 那不是 你如果怕 就帶著這件東西 什麼來的 擋煞符 如果郭兒的家真的有點邪惡 這張符 怎麼可以擋多一會兒 日仔 這張符你在哪裡得來的 是不是姜師父畫的呢 我畫的 其實 我自己也知道 這幾年 雖然師父讀得我很嚴 但是我學到的本事 還未及師父十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一 不過按我師父的說法 我天生的靈覺很強 所以無論是修行 還是練法術 我都學得特別快 現在我起碼都可以學會 畫三種以上的符 只不過這幾道符的功效 和師父畫出來的 真的相差很遠 當然 我師父多少年功力 我才練了幾年 曉南 曉南 開門 郭曉南 是郭爾的女兒 現在和朱柚高是同一個班的 你們來做什麼 沒有 一仔聽說二叔病了 所以過來探探他 有心 你們走吧 我怕 一會兒如果我爸爸發狂的話 說不定會弄傷你們 蛤 發狂 不是吧 二叔他 現在病得這麼教官嗎 其實都不用曉南說 一進來 我就已經發現 情形很不妥了 院子裡 他家裡自己種的花草 被人踩到亂七八糟 而地上 還有幾大灘的仙犬 就在這些觸目驚心的血跡旁邊 有兩隻雞 一隻鵝 死了在樹 而牠們的屍體 也被見得很噁心 因為 我和朱柚高都看得很清楚 兩隻雞和鵝 都有被人夾身咬斷一條頸死的 你們都看到的了 我爸爸現在越病越厲害 家裡都不敢煮飯了 因為一聞見飯香 牠就要拼命吃 拼命吃 拼命吃 煮不切的 牠甚至 捉起一隻生雞 生鵝 都硬去咬 去撕泥吃 就是剛才而已 牠見到沒東西吃 就爬上那個樹 連樹皮也用咬下去吃 幸好 我們叫了格里倫歇 幾個叔叔一起幫忙 才按得住牠 不要緊的 曉南 有哪個人不會病 醫好也沒事 日仔 照這樣的情形 會不會 是郭二叔 經常到地上 挖別人的東西 拿別人的錢 所以現在 被地下的東西 撕毀牠了 無論什麼東西都好 牠如果是為禍人間的 我們就一定要想辦法 將牠剷除 什麽之間 我心裡邊 一種康復正義的心理 猶然而生 第一次 我覺得做一個徒師 原來也可以挺光榮的 一哥哥 你說 我爸爸的病 是不是真的治得好 不知道 最好 去看看你爸爸先 咦 曉南 是連樹皮的都要吃 如果不是我們綁住牠 按住牠 我恐怕牠連床板都要遮 還有 唉 豬仔 阿一仔 你們看牠 你們看牠 肚子已經賺到 漲漲漲漲漲 我多怕牠會賺爆 但牠還是拼命說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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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肚餓 唉 你說怎算好 我們怕著刺激牠 連飯都不敢煮 甚至 甚至 大家的面前 連吃這個字都不敢提 牠現在睡了這樣就好些 如果不是 唉 咦 曉南 這麼晚你們都不開飯 你怕不怕餓了嗎 對了 曉南 你女孩子人家來的嘛 這樣餓飯 溶一如血糖低的 來 我這裡有顆水果糖 你撐住一下 我從來都沒吃過 這水果糖 原來這麼甜 這麼香 這麼好吃 嘩 吃東西啊 我要吃東西啊 唉呀 唉呀 你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唉呀 大家快點來幫忙 按住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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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掙扎著我 我要吃東西 吃東西 一仔 怎麼辦 怎麼辦 你看牠 郭大叔 快點好 拐勞 牠要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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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來 天地無極 乾坤謝法 五雷轟頂 雲啪自醒 雷陰發動 國 義 震他不醒 还激发出他的空性 小子 怎么办 怎么办 朱雅高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点走 快点走 朱雅高 我要吃朱雅高 一起救命 一起救命 我给你那张符 快点扔出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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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沒力了!你走啦! 我現在不是你的兒子 他沒有人性了!你快走呀! 我不走 阿姨!阿姨呀!你聽不聽到阿媽叫你呀? 哎呀!白爺婆呀! 你快走啦!你留在這裡 只會連這位師父兒子都累了!走呀! 阿姨,那現在怎麼辦呀?怎麼辦呀? 你也走啦! 我快來…我快來保他不慎!你快走呀! 上山找個師父,叫他來救我! 我不懂路呀!你不用懂路呀! 你上山,在竹林那裡大聲哭! 不…我師父就會累的啦!快走呀!快走呀! 糟… 黃耳的肚…越來越張… 好像…好像要爆裂那樣… 糟…糟了!那隻鵝鬼…要出來了! しか…那隻鵝鬼…不肯…說死你了! 我…走死你了! 怎麼算…怎麼算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